小明之所以跟其他人不同 是因為單純防疫的關係而已 所以只要是小明 他就有防疫的必要性 所以他進來台灣 他才會有差別待遇 這個就是你所謂的民主防疫嗎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那時候防疫吃緊 那資訊 不要講太長 我只是問你一個 我很短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量力而為 根據我們防疫的量子 你對於小明有歧視 那是因為小明本身就代駿嗎 沒有 那他是因為他的一個身份嘛 那在居留政的身份 跟具有這個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 事實上是有一些層次的不同 那時候我們是量力而為 相信您知道那個阿巴西是誰嗎 上次我看到媒體訪問您的時候 您也知道他的情形 然後你也非常非常不認同說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膚色的歧視 跟這樣種族歧視 這是絕對不應該的 對不對 然後院長您也知道您是法律人 所以我們在這個憲法上面 還有您的宣誓的內容的時候 你都講說 不可以有歧視 對不對 然後憲法上面也保障 我們的不管男女種族 通通都一律平等 院長這個您同意吧 同意 同意 好那我們看一下林書豪 我們的台灣之光啊 他在他的臉書裡面 他就提到的 他說這些容許讓有這個 因為別人的膚色 然後歧視的這樣情形呢 他講說啊 這個不是只有會令人憤怒而已 他其實是讓人非常非常心痛的 他在他臉書上面 所以他就發起了說 他要禁止這些歧視 亞裔的這個行為 您認同這個林書豪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嘛 是不是院長 對 好對好 那美國的這個行政命令呢 拜登他也提到的 在他行政命令裡面 他講說 他禁止任何歧視的用語 包括用中國的病毒 您知道這件事嗎 好 那我要請教你的就是說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行政院的 對於小民反台的部分呢 我們會有差別的待遇 院長 我們對於國人反國都是接受的 但對於不是國人反國 當然有不同的防疫措施的步驟跟必要 好 那您剛才前面提到對於小民的部分呢 我們知道監察院其實也有譴責啦 譴責這個歧視的部分 但我們看到行政院的回應 他不是譴責 他是希望行政院怎麼樣怎麼樣 好他希望行政院怎麼樣怎麼樣 那院長行政院看到了監察院的這個 希望行政院怎麼樣怎麼樣的情形之後 還是一樣的用民主防疫的這個地方來解決 不解決還是說就用民主防疫的這個 terminology 這個用詞呢來把他一語帶過 我們是這樣委員 對於防疫是最高的 我們保護兩千三百萬人也是必要 也是一直做得很好的 那對於國人回國 絕對沒有任何拒絕 對於外國人入境 那都有相關的做法 沒有特別去歧視誰 好所以那院長你講的就是說 您事實上是恪守 您當初宣誓的內容 就是說你絕對不會有違反憲法的行為 而且憲法裡面保障人民一律平等 所以你不會有任何的歧視 不會有任何雙標的情形嘛對不對 你剛剛已經提到他只是單純因為防疫的固定 所以小明 這個指揮中心的那個陳部長也在 所以您的意思是講說 小明之所以跟其他人不同 是因為單純防疫的關係而已 所以只要是小明他就有防疫的必要性 所以他進來台灣他才會有差別待遇 這個就是你所謂的民主防疫嗎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那時候防疫吃緊 那資訊不是很明確 不要講太長我只是問你一個 我很短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量力而為了 根據我們防疫的量 你對於小明有歧視 是因為小明本身就帶菌嗎 沒有那他是因為他的一個身份嘛 那在去留政的身份 跟我們具有這個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 事實上是有一些層次的不同 那時候我們是量力而為 避免整個的狀況在台灣擴大 那時候我們也逐步的又把它恢復了 那個部長您請回 因為對於這個不針對問題 回答的我覺得都沒有必要 院長如果你的屬下不針對問題回答 那我只有拜託 他們就不要上來 您回答就好了 因為目前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互動都還好 他是盡力完整的跟委員說明 院長我要請問您 因為你是院長 所以你的部會的任何的成員 任何東西 基本上來講你都得蓋瓜成瘦 我想請問一下 對於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歧視 從外人來看的話 從一般的人來看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小明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想想看 從我們在看的時候 他本身 他是他的錯嗎 不是他的錯呀 對不對 他有辦法選擇嗎 他沒有辦法選擇 可是你 他掛的這個名稱 就給他 一樣的這個社會的污名化 我們剛剛前面已經先給你看到 這個 種族歧視他帶來的一個結果 連我們台灣之光他都覺得 你這個造成的結果絕對不是一個人的 而是全面性的 讓整個社會 因為你的政策 對於特定的人 他有一個歧視的動作 委員隊誤會了 這不是 種族的歧視 這是國籍的不同 國籍的不同 你給他不同的待遇 上面來講 我們保護國人同胞 對國人這樣 對不是國人 我們要 有 不同的 跟國人同胞是不一樣的 這是 如果我們台灣的人到國外去的情形 受到國外類似 您今天所處的 一個 制度的話 那你覺得我們國人 這個是不是就是林書豪 他在 他的 臉書上面講說 希望 能夠 終止 所有對亞裔的一個歧視 同樣的情形 我們對國人同胞回國 從沒有拒絕 也不可能拒絕 所以你就造成一個社會污名化 如果不是國人同胞 外人入境 那基於保護國人同胞 我們有必須的防疫作為 院長 因為我不想花時間再跟你 argue 但是呢 我對於 真的不要有任何的歧視 不會 這我一輩子在努力 就是這樣子在努力 謝謝 感謝 那我下一個問題要請教院長 就是說 您是不是會選總統 您是不是想要選總統 沒有啊 你沒有想要選總統 好 我有說過就賣錢 不用再這樣 OK 就是說不要再去 騷你 讓你想要選總統 好 那我懂 那那個院長我要請問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您也知道就是說 國防外交兩岸這部分是總統的職權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 你會去指點關於這個國防兩岸的這個事情呢 前一陣子不是有報 我是沒有在會議裡面 那我們看到報導上面來講 是你指導兩岸應該要怎麼樣子做 國防的部分應該怎麼樣做 有這個事情還是沒有 我不曉得委員指的是哪一部分 有啊前一陣子在講說 這很廣泛 不曉得 對 邱主委上台之後 對於兩岸的關係 然後你下了一個指導旗 我們看到報導是這樣子啦 但有還是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個 兩岸應該是總統的職權啊 對對 邱主委你就不用上來 因為院長說他沒有下指導旗 他沒有下指導旗 好 謝謝 小小小小小小姐 你還是有錯的時候 謝謝 還有 我 說 很舒服 謝謝